吃啊喝啊我相信现场的各位都喜欢 这爱吃爱喝的举举手 我看有多少位爱吃爱喝 哇这么多人啊 但是你们知道你们吃对了喝对了吗 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一位著名的中医专家 索军老师和大家聊聊着吃喝的问题 掌声有请索军老师 索军 袁同仁堂主的医师 经常名医索延昌之子 是从国医大师方和谦教授 擅长治疗各类消化系统疾病 索老师这走路一看非常年轻啊 还不算太老 状态非常好啊 您说这吃啊喝啊 还真能吃出问题吗 那当然吃出问题了 有的人吃一辈子不见得吃得很科学很合理 我觉得我吃得都挺好的 哦你说的好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我越吃越瘦 很多人很羡慕你 但是您是说这吃不对喝不对 可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效应 是这样吗 笼统地说叫负面效应 首先它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 再往远说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也就是说如果吃不好的话 有可能活得短 那当然了 差不少呢 那差多少啊 差个十年二十年的不奇怪 好那今天呢 我们就和索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 怎么能吃对了的话题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一天八杯水 这里所说的误区啊 不见得这个话就是错话 就是八杯水就是多了 也可能是少了呢 是吧 所以 关键杯多大呀 对 来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谁觉得自己每天喝水喝很多 很多 最特别多 比高一点啊 我们来问一个最多的 我喝七杯 六杯到七杯 多大一杯啊 带了吗 我没带了 嗯 就像那个保温杯水 就知道是八杯水 七杯水分左右 不是您还数啊 一杯 不 两杯 他基本上喝的有数 但是我是不渴 我都得就得喝 不能等渴了再喝 问问这位叔叔 您一天喝多少啊 我不两杯 我一天最少的五斤 五斤 不是您怎么知道是五斤呢 我有一大缸差不多一斤 我最少得喝五斤 最多呢 这就叫八斤 八斤呢 苏老师 这大家一说吧 我就觉得这喝水的事 好像不太统一啊 差别非常大 对啊 大到真是天地之别了 这位老先生说这个 喝五斤水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量化标准 这个多不多呢 要按照我们一般人体来讲呢 它的这个量呢 是在上限 上限是多了是吧 稍高一点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普通的正常人 健康人 每天排尿量 这尿我们控制不了 是吧 只要你喝就排尿 排尿量应该在 一千五百毫升 也就是三斤多 一千五百毫升 矿泉水的瓶子吧 一斤一瓶的话 三瓶左右 如果你喝水 超过你需要的量了 你就会出现水准 就能收上不五百毫升 麻烦 那么你要坐下 一楼 这位老师 我看到他们在 你的马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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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有可能会老年痴呆症 不好消化 不好消化 它需要小肠比较长的来代谢肠 肉食这东西就不需要小肠很长 如果我们吃了肉食多 而这个主食少 那它在体内存留时间过长 很多毒素就会被回收回来了 所以这皮肤就会暗淡无光 有些就会出问题 会受影响 这是不吃主食的第二个危害 第三个危害 我是听别人说的 你说这靠谱不靠谱 说有一些人老不吃主食可能会诱发癌症 这个现在理论上 医学上没有一个定论 就是说你半年 一年或者是多久不吃主食 肯定会诱发癌症 这个没有一个统计数字 但总的来讲 你所说的这癌呢 一般还是消化到的 您说这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同事 然后他们家呢就遗传 不知道为什么 他爷爷 他爸爸还有他 他是一个女孩子 就都那个便秘 就特别严重 他说他们家人都这样 就可能是那个 我觉得那个生长结构可能有问题 后来呢 他爸爸就是去年还不到六十岁呢 然后就突发 就是一开始就是感觉不太舒服 就去检查 就是肠癌的晚期 而且呢还是结肠癌晚期 然后就是治 他们全家也是找了很多医院 但是也就四个月 然后人就去世了 后来我现在回想过 您说啊 他们就是有这个习惯 不吃主食 去他们家我也经常去 因为他跟我很近 关系很近 以前是我的助理 不吃主食 然后呢 那个不太爱吃水果 非常爱吃肉 然后他到现在 他吃饭都是不吃主食的 所以您觉得有关系吗 有关系 一定有关系 我们说的主食 就是说不见得 他非吃很精的粮食 现在我们也不主张吃很精的 所以不提倡吃点粗粮 圆粮 黑面包 全麦粉 是吧 再有的见些 吃些油麦面 或者吃些现在的玉米 今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公布的食品当中 所有食品当中 对人体最好的 排第一的是什么 知道吗 油麵 红薯 OK 我回答对了 对了 你那么鼓掌 红薯 你回答对了 红薯 红薯呢 是公认的 营养又全面 低脂肪 寂寒糖量 人又好吸收 又好代谢的食物 也算主食是吧 算主食 所以建议大家呢 适当的吃一些红薯 红薯现在挺珍贵了 我吃点红薯行吗 但红薯也不能说 我三顿就吃红薯了 也不行 红薯的吃法呢 最好不要把它这一顿饭 当作主食就全吃掉 应该是在中午吃饭时候呢 也吃点少点的面食 或米饭 蔬菜都要吃 然后呢 在这之后 搭配吃一块红薯 别把它作为 这顿饭的 整顿饭的全部内容 误区二 不吃主食 长期不吃主食 会导致老年痴呆 皮肤也会变得暗淡无光 甚至引起癌症 所以主食一定要坚持天天吃 成年人每顿主食 应该控制在二两左右 在吃主食的同时 可以搭配一些红薯 营养又全面 低脂低糖 好吸收 好代谢 那我们这是一个不吃主食啊 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多误区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跟生活息息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误区三 饭后喝汤 这是一个误区吗 来先生你好 喝汤吗 饭后 喝 经常吗 经常喝 那用你们东北话讲叫六缝是吗 对 就是先吃饭 有拿酒六缝的 有拿腾六缝的 吃了饱了以后呢 本来煮食 副食 肉食就不少了 还有点缝 你给那个胃消化 留点缝不好吗 把那缝给填满了 让人胃就着急忙活呀 这胃 你说那胃液出来往哪放啊 怎么揉点东西啊 就靠自己揉肚子就溜弯转悠 然后到下午四五点钟不饿 你这胃就不太舒服 那也就是说 饭后喝汤以后就把那缝都给挤住了 挤住以后呢 我就得手动 就不是全自动的 所以呢 汤 饭和汤容易水炒成保证 我们要做实验啊 你就这个小杯子 你在里边放半杯水 然后你往上面放馒头吧 把馒头搓碎 你往上撒 撒到这个瓶里以后呢 这个水和它融的就满了 同样一个馒头 这么大一块馒头 如果你先把馒头都弄满了以后 再倒水 受什么问题呢 就鼓起来涨起来了 是不是这个杯子 同样一杯 你先放水 再放馒头 如果以杯瓶为标准 不许你超过它 那它就用的馒头就比较少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对 因为馒头在上面飘着呢 它和水融在一起了 就到这就满了 如果你先放满馒头以后 再倒水 就会出现什么 就跟海绵一样 涨起来了 对 您这个讲得非常对 如果我们现场做一个这样的实验的话 很快就会发现 那样吃得多 挡着流 还是建议大家饭前喝点啊 垫底儿 刚才那个馒头那实验多好啊 误区三 饭后喝汤 饭后喝汤容易造成保障 不利于消化和吸收 所以应该在饭前少量地喝一些清淡的汤 挤开胃又可以减少食量 我们来看我们的第四个物件是什么 吃太快 韩先生 平时您吃饭快吗 不快 不快 细嚼慢咽 也谈不上细嚼慢咽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 大概吃一份算多长时间 我吃饭20分钟吧 20分钟 这个谁吃饭认为自己比较快 我吃饭15分钟 15分钟 15分钟 多少15分钟啊 就是我吃饭也不说话 就按照不说话 低头吃饭是15分钟 别鸡别鸡别鸡 15分钟 你一边聊天可能得俩钟头了 是不是 要聊天 一边聊天一边算不得俩钟头吗 是吧 咱里边低头吃饭 我一般5分钟就搞定了 5分钟啊 当兵的吗 我们家我爸是当兵的 我爸吃饭就很快 你看战士们都 一般就是小时候都要求 什么都快 我从小在部队也是 我现在吃饭也是 基本上 人家还没等着吃两口呢 我已经吃完了 我说买单 就说完贩没吃呢 吃饭特别快 吃饭快 有吃饭慢的吗这里边 半个小时算慢吗 半个小时还可以 可以 梁先生 我吃的也挺快的 一般反正控制在10分钟之内 因为我觉得吃慢了就不香了 吃饭快呀 最大的一个危害什么的 我们的这个胃啊 容易受伤 因为我见过那几个病例啊 说什么问题呢 吃饭快到什么程度啊 像狼吞虎业 一个饺子有时候咬一口 就咬对着咬开就进去了 有的还整个房里 就用舌头顶一下就咽去了 有这么一个病人呢 54岁一个女同志 她就是什么都快 所以有一天呢 她吃饭就出一个事 这个去得晚了一点 大家都吃上快半小时了 她来的对不起对不起 我工作的忙 到时候以后呢 一看她菜挺丰富的 加了一块鸡 炖鸡 一块一块 东北人爱吃 她也东北人爱吃炖菜 一块鸡 鸡腿大概是 全是肉 咬了一口咽下去了 她咽下去以后呢 当时觉得食道滑了一下 她也没在意 然后到胃里也没感觉 这是个星期六 等到下星期六 她突然觉得这个肚子不舒服 到夜里就疼得不行了 喝点水也不行 喝点热水也不行 怎么饶我都不行 送到医院 说点消炎的 一也以为是肠炎 或者是是不是肠道 有点不太胀通 到星期一 这组织的全都来了 始终被认为 她有很严重的病 都来了以后呢 然后她就已经 有点板状腐了 她实际已经长穿孔了 她说以后呢 这是不行了 这就手术 赶快做手术 然后就开服以后呢 那水都喷出来了 那腐浇了很多水 最后把脚肠 全部倒出来以后 找到了一地方 摸到了那个小骨头 一块小鸡骨头 大概有一公分半长吧 那块骨头我还见到了 磨得很亮很亮的 两边尖 这鸡的骨头啊 你怎么掰 它都是像竹子一样 两边都出尖 结果那个小东西 就把它这个肠 两边都给顶穿了 弄得这个肠也都出来了 最后呢 败血症死掉了 一星期去世了 大部分吃饭快是 呼 是这么吃 就是它快 但可能没危险 但这样的话 对胃 对长期来说有危险吗 也不好 为什么呢 吃饭快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容易吃过饱 就是说 紧吃慢吃 胃没有反应 等胃反应过来 就已经过了 胃一般对饱的反应 在十五分钟左右 就这胃吧 它是慢半拍 慢一拍甚至于 慢一拍 吃饭快的人容易胖 容易胖 容易过饱 所以呢 你就是说 你每个人知道自己的食量 可是碰到好吃的时候呢 他就容易 像他说的 大家坐的一块 是抢着吃 老丁的那个 就俩螃蟹 或者就几个包子 我不知道下筷子 他就下筷子了 就赶快去抢着吃 所以这样的话呢 随先甭管 先记得再说 最后的都是过饱 一般来说 我们吃得太快的时候呢 可能我 因为我吃饭也相对快 是因为我没有时间 相对我就愿意 找软的东西吃 那没办法了 因为快嘛 我就找软的东西 这样其实对我们身体 也不是特别好 是吧 也不是 你是没办法的办法 按说这一顿饭 是不该这样的 一般一口饭进去 像比较 比如是填满的 一般 你吃一口饭 吃一口菜 进去以后 站着我们嘴的一半 地方的时候 这时候 起码要组 25到30下 才能咽下去 咀嚼要25到30下 对 刚刚他说吃三下 所以为什么会20分钟呢 他并不是吃得多 而是他嚼得细嚼慢咽 吃饭快 我问我的很多的患者 多数胃病的来 都是 我吃饭就是快 有一个萎缩性胃炎 半糜烂的一个女患者 50多岁了 已经20年这种病了 这些病挺严重了 已经 萎缩性胃炎 半糜烂 她会向胃癌转化的 就这么一个患者 我说 看病前 我说第一点 先别说吃药 你先把吃饭 速度放慢 能不能行 他说我吃完就是快 六个包子五分钟 你说 我说六个什么包子 肉包子 还是肉包子 强调是肉包子 你说你这能够好吗 六个肉包子五分钟 就再小的包子五分钟 是不是也快了点 对 它的已经得了胃炎了 而且是萎缩性胃炎 萎缩性胃炎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部分胃黏膜 已经坏死了 不再分泌胃液了 那么说明胃的 消化功能已经下降了 你还吃那么快 还让它不好消化 那不是越来越坏了吗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很多人呢 咱举个最简单的道理 吃饭太快啊 就变成 你牙该完成的事情 牙没完成 让胃去完成了 然后你本来牙该咬碎了 好没咬碎 那胃开始帮你咬咬咬咬咬 你想吧 它能不咬出那胃 大家可以 对 可以把呀 这个 胃的这个工作呀 一半转移到嘴上来 转移到嘴上来 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 我们在阻绝的过程当中 一个能品尝到 食物的香味 再一个呢 脱液中的淀粉煤呀 就可以先把一部分 淀粉食物 主食 糖化了 糖化以后呢 进到胃里以后 有了糖化的感觉 进去以后呢 胃有一点 清理保障感 有饱的感觉 所以就告诉你 少吃 对 你就不会吃过量 误区四 吃得太快 吃饭快会给肠胃增加压力 造成消化不良 肠子以往会造成胃炎 所以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 每顿饭应该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 每一口饭进入口腔 应该咀嚼25到30下 来我们看一下误区五 吃得太多 这个现场谁认为自己吃得比较多呢 有一男孩举了双手 你吃得有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啊 我先给你举个例子 我有一姐们 这个体重呢 260斤 然后我请她吃过一顿饭 我们俩呢 去吃那个烤鸭 她一个人呢 吃了两只半烤鸭 我吃了半只 然后她还跟我说呢 说你怎么不要点凉菜啊 后来我说那咱要点吧 我说要啥 她说来 两份鸭肝 两份鸭心 两只半烤鸭之后 又吃了这么多 请问你有她吃得多吗 昨天中午吃了四盒盒饭吧 我说我昨天中午盒饭没了 觉得你撑吗 没事 饱吗 你觉得吃饱了吗 四个 饱 饱了 就跟我有一同学啊 因为他就是很多年前 90年代的时候呢 他来北京来看我 然后我请他去吃汉堡 他问我汉堡 我说你要几个 他说汉堡多大 我说像馒头那么大 他那先来七个吧 就我就买了那个 我说那咱先来五个吧 买那双层汉堡 他就真吃了五个 哎呦 吃这么多 这胃 那个大姐说了 说这胃大 人一生啊 我听说 有些专家做过这种测试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啊 说人一生 能够摄入的食物 大概是60吨 60吨 那是不是连水在里我没细算啊 可能是连蔬菜带水果带什么的 60吨左右 它是可能到80岁活这么算的吧 嗯 如果瘦这么多 那么你这个东西啊 就要消过 清过我们的嘴 阻觉 经过胃 来磨合 消化 经过长的消化吸收 排出 整个在工作 这就像一个汽车在家 都是一个 比如一个好车 它一升 整个这车一升耗油量是 比如说 有个定数吧 是吧 多少多少油量 有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你多加油快跑路 早大修早报废 您是不是有道理啊 哦 这真是 这您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多吃早死 话操理不操 苏老师 您觉得 我们吃多少就正合适 自己什么样的感觉 就正合适了呢 大家都知道一句俗话 叫七八成饱 营养正好 嗯 还有一句话 就是 要想身体安 三分积和寒 嗯 什么意思呢 哎 要想身体 平安健康 老有三分 积寒 老有老吃不饱的感觉 老饿着它点 然后呢 别穿太多衣服 冻着它点 也就是说 一般呢 我们吃七八分饱 可是我怎么才算 七八分饱呢 我也不知道 七八分的标准 当然一人一样了 是吧 可能你和我就标准不一样了 我和他不一样 和那小伙子 就更不一样了 是吧 就是你呢 第一放慢了速度 你就吃不到十成饱 前面喝了点汤 然后细嚼半夜 咱俩在聊这天 估计四十多分钟了 哎 吃了差不多说了 吃到胃 觉得不饿了 嗯 为止 啊 这吃饭的原则 一定要吃到胃 哦 觉得不太饿了 马上控制住 并不是饱 注意啊 不是饱 是不饿了 哎 吃饭的最高境界 就是永远不饱 我有一朋友 就是咱们现在街边 卖那种 我们这个胃啊 它的结构啊 最里边这层 就是粘膜 这粘膜就是 分泌这个胃液的 嗯 下边这个 这层呢 叫粘膜下层 嗯 那层呢 固满了血管和神经 啊 是给 给这个胃供营养的 血营养的 然后让它能工作的嘛 给它营养 那第三层 就是我们的胃壁 那胃壁 大家知道三合碗吧 哎 这个环形一层 竖着一层 斜着一层 它朝哪个方向拉 拉它都可以 很有韧性 你看我们吃的 牛肚羊肚 知道很有韧性吧 那那蒙地 近在那蒙地待着 那蒙地西方的人 把一只羊杀完以后 把它所有肉 剔进来以后 塞在它胃里 正好一袋 对 那如果吃的过多了 咱有没有什么办法 来解决我这顿饭 我就已经吃撑了了 对 就是说所谓多少 还是那句话 吃了我胃 有感觉不舒服的感觉了 就有 其实人请我吃饭 没出去吃饺子 最后一个 到嗓子仰致还含着的 没咽下去呢 这样的话 又不能吐出来 怎么办呢 一种急救办法 就是做做胃的 抢救性按摩 抢救性按摩 我们来学一下 我们的胃 正在我们的身体正中间 在胃的胃体正中间 这位置 也就是从我们肚脐 到这个剑秃 这个肢间 正中间位置 你的两个手 下手沿对着肚脐 上边 对着我们的剑秃 这是胸骨 最硬的这地儿 两个一盒 合起来 正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上下四寸 中间的这个点 你稍一按 有点感觉 这就胃嘛 这就是胃体的正中间 这个胃穴叫中腕穴 这中腕穴呢 当我们吃饭去 这个保障感的时候了 不要整个 使劲揉肚子 就用手指 指指或中指 点住这个穴 点住这个穴以后呢 轻轻揉它 力度大点也可以 让它有感觉就行 像扎针一样 大家就按摩中腕穴 按多长时间 按到一般来讲啊 按个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你还是有胀感 它在这撑着不行了 您就一边溜一边按 坐着都觉得不行了 您就稍微 慢慢走着按它 还要请教一下 就这个按摩的时候 这个手的轻重是有标准的 轻重 你自己感觉 有点压 有点压的感觉 不能太轻 太轻没有 你看我们揉肚子的时候 这个力度 不能肉皮让感觉 最起码里面也有感觉 就让胃体有感觉 觉得压到了胃了 触到了感觉 让胃体有感觉 入屈五 吃的太多 吃的太多会造成脾胃疲劳 肠子以往甚至会影响寿命 所以每顿饭要控制在七八分饱 即稍稍感觉到不饿为止 如果偶然一次吃的太多 可以通过按摩中碗学进行缓解 中碗学位于肚脐上四指的位置 每次按摩二十分钟左右 其实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误区呢 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误区是什么 爱吃凉的 好 我们来看看 爱吃粮食的 贪凉的 请举手 只有一个不是 韩先生 您今天多大年龄了 五十八 五十八您爱吃凉的呀 您的凉是指什么 西瓜买回来之后 放到冰箱 冰起来 放一夜以后第二天吃 再就是比方说咱们录的节目 现在不加 我就想马上喝一口冰箱拿出来的饮料 喝多少呢 半瓶吧 那这是挺谈凉 大姐您也爱吃凉的呀 吃凉的 您看那个比如孩子回来都挺高兴的 就从冰箱里拿最凉最凉的啤酒 我能喝一瓶 这摊凉不太好是吗 不是不太好 很不好 摊凉就不止说包括这个吃冷饮了 包括洗冷睡早 睡觉时候拿冷 拿空调 开很低 电风扇吹着自己睡觉 这都属于摊凉对吧 现在我们现在打的是饮食 饮食摊凉就是一个指 刚才大家说的冰啤酒 冰啤酒 冰箱里的温度 大概冷藏那个是四五度 五六度 也就这个 四度左右 四度左右 四度左右的话就比较凉了 我们的胃的承受呢 对四度东西来讲承受 如果一口进去 经过十度 再到胃里以后 它已经十几度了 但是如果你摊了的话 一瓶啤酒就像那潘产娇那样和一扬脖 直接灌进去 又是冰的 一下驮到胃里一个一个十几度 这有些人可能就受不太了 他就胃就会有一种 他最 胃难受 胃受就冷得刺激以后 它会收缩 它会收缩一下 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 最大的危害就是吃冰东西 就是说吃雪糕 吃冰糕 那个雪糕一块盛一勺 一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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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连鱼吃完以后呢 它就溫度上不来了 我不是做实验 我曾经受过一次冻伤 我的手啊 抓过一个很冰的那个 一个铁班子 然后呢 沾上了 因为有什么水 冻住了 沾了以后 我就放到凉水桶里 它班子掉了 掉了以后呢 大概有一两一 这不到一分钟吧 这手表面上雪白雪白的 过了二十分钟以后 通红通红的 再过一会儿 全是满了水泡 不满水泡 就像无数的小蚂蚁在咬一样 糖的你酸心 就是根本不能睡觉的 那夜 这是工作中无意形容的 这个冰冻会冻伤的 如果我们的胃 夸杀一个冰坨进去了 他们有比赛吃冰棍的 把那冰棍呢 就不嚼心 都给砸开以后 砸到一个碗里边 然后就那样吃 你十根 他十一根就那么吃 那么这胃整个 就等于抱着冰坨了 抱着冰坨的 最大的危险 就是把胃那边冻伤了 我见过这个病人 28岁一小伙子 就是因为帮朋友搬家 搬家以后呢 朋友也挺大方 打开冰箱 吃喝 早就准备好了 第一是啤酒 饮料 上面全是雪糕 冰淇淋 打打聊着天 就咔 敞开一身汗就吃 吃吃吃到最后呢 都吃挺舒服 都走了 挺满意 夜里就住院了 夜里就住院以后呢 急性胃炎是没说的了 先吐 然后呢 就是尾丝性胃炎 黏膜有一部分被冻死了 冻伤了 从160斤变成120斤了 体重 不到一个月时间 真减肥了 这个好几个月都没好 好几个月都没好 这个病 所以就说 这个凉的东西 冰的东西 这个例子 举得非常的贴切 就是说冻伤以后 因为我从小在内蒙古长大 我知道我们那里很多人都冻伤 冻伤以后 那个就是那个脚 冻伤以后 那脚趾头 有人就真冻掉了 就冻烂了 然后就掉了 就冻疮生完了以后就掉了 内老师 我想问一下 比如早上喝杯比较凉的水 胃突然有点疼 那怎么办呢 凉了 如果你的疼只留在胃上边 没到肠上 没到下腹疼 只在胃里 是因为吃凉的了 赶快去找两片 几片姜 或者你把它先将 切成片以后 再切成碎的 再先调也行 那一个小锅 放那么两三片姜 煮它 煮上十几分钟 这个姜味都煮出了 煮出了以后 放点糖 放点冰糖也好 红糖也好 都可以 就像 糖姜水 糖姜糖水一样 慢慢喝下去 这个 去胃寒 纸殴 纸疼 去寒 那非常好 对啊 冬天从外边回来 喝一肚冷风 是吧 一个肚子就 马上吃点热饭 一下把冷气给压在那了 这时候 有的人 温度就疼 好像就 要去院一样 其实不用 就喝的像糖水挺好 如果要是 像他说那样 吃了特别多凉的 我有没有什么 按的办法 如果呢 你说我吃的多了以后 当时味道不是很疼 结果呢 就一两天都 整个人都怕凉 硬的感觉 会打嗝吗 你会连你 连空气 连个有时候也会打嗝 有时候都穿到肠里去了 那么就是说 这就已经像清晨症了 就是 胃肠都感觉凉了 这时候做做按摩 按摩都觉得力度不够 刚才我这个 一个是我们 大家知道 我们身体有一个穴位 唯一能看到的穴就是 肚脐眼 叫什么呀 太土了 这话说的 肚脐眼 叫什么来的 叫神雀穴 神雀穴 那么神上的名字 神的大门 你叫肚脐眼 太扁敌人去了 就神雀穴 神的门 这个为什么那么 把它抬得这么高的 它是我们先天之本 后天之本的 一个重要穴位 所以呢 把你的手 好好说热 用劳工穴 把衣服撩起来以后 不要当众表演 穿露气装的可以表演 贴到那个 他说的肚脐眼上 按住 然后轻轻地揉它 如果这样揉了十几分钟 还觉得不解析 还缓不过来 去弄点爱好去 那卖的爱好 不带一个小架吗 一个小木头架 大概是两公分左右 扣在上面 爱好点着以后 放在上面 让它隔着两公分 训练一下 训练半小时左右 会缓解 5区6 爱贪凉 爱贪凉会对体胃造成伤害 影响食欲 甚至引起萎缩性胃炎 所以即便是身体很健康 也应该尽量少吃凉东西 如果因为吃凉东西 而引起了胃疼 我们可以把姜切丝 然后煮红糖水 或者将双手搓热 用劳工学 轻轻按摩神雀学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肚膝眼 如果受凉情况比较严重 可以用爱好进行熏炉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误区了 贱肉就没够 有人是这样吗 现场 我发现我今天好多有 我又是爱吃肉 我发现所有误区 几乎在你身上 除了没吃凉以外都有 但是我还不胖 对啊 关键你贱肉就没够 你没够到啥程度 我一般的话 就是平时起码吃一个小碗 那么一小碗 就是咱们吃饭的那种小碗 什么肉 就包括牛肉啊 或者猪肉的 豆肉啊 肉的肉都行 就是红肉呗 是吧 给肉就来 对对对 没肉吃不下饭 那好 那我们简单讲一下 这个贱肉就没够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是这样吗 这个不只是误区 是个错误 这是很严重的错误 甚至于不亚于水中毒那个作用 它这个很不好 从本质来讲 我们人 是吃粮食的身体 我们特别我们亚洲人 更接近于食草动物 是我们是吃主食蔬菜的 这样的身体 所以就是说 虽然我们不是说 我们是从什么猿活变来的 我们自古来啊 应该人类是应该是 以素食为主的 肉食是我们后来的 发达了以后 饮食面扩大了以后 特别是熟食出现以后 能把很多生食 加入成熟的以后 肉食好消化好吸收了 逐渐逐渐开始适应了 其实这个误区就误在哪了 这个常年我们老是 从小孩给点肉啊 给点肉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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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以后 好像肉是必不可缺的了 难道不是吗 这个肉呢 吃一些不可厚非 它给我们提供蛋白 提供必要的一些脂肪 对很瘦的人来讲 是一些没有什么坏处 但对健康人来讲 对营养不缺的人来讲 这肉食吃不吃 我的意见啊 真是凉渴 它能不能做到你了 安全吃素 对身体一点方案没有 没有啊 你看日本的一个长寿县 不是百岁以上的老人 他们的主食 主要食物就是大米 蔬菜 鱼 几乎见不到肉 不是 鱼不是肉吗 这鱼是白肉啊 鱼是白肉里面的 它的一个大概瘦肉吧 它所含的这个 大概这些脂肪啊 都是鱼的几十倍以上 即便瘦猪肉都含几十倍以上 那就是说吃鱼也减肥 当然了 我们在做这几位 有没有不吃肉的 没有 都得吃点 都得吃点 吃点 你喜欢吃什么肉 我喜欢吃海鲜啊 鱼肉啊 鱼 就是还基本上是白肉 对对对 基本我们把它分成了 这个红肉白肉两种 羊肉行吧 牛肉猪肉羊肉属于红肉 羊肉和牛肉的脂肪含量 就是胆固醇吧 就甘油三脂含量 相对的 就牛肉羊肉比猪肉低 低不少 猪肉里边 我觉得那实在想吃吧 你要想解散 吃点肉皮算了 肉皮 做点肉皮冻 吃个猪蹄 猪蹄 又很富含胶原蛋白 对你们像美女们 想美美容来讲 很有好处 因为猪皮里边所含的 这胆固醇 比那瘦肉要少得多 明白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一定要吃肉的话 或者说我们身体也需要肉 建议大家吃白肉 物区七 贱肉就没够 吃肉太多 会造成胆固醇过高 脂肪堆积 所以如果一定要吃肉的话 尽量选择一些白肉 像鱼 海鲜等 或者可以吃一些猪皮 既富含胶原蛋白 胆固醇含量又低 还有美容的功效 如果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我们吃得更好 更健康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哦哦哦 这个有个运动 也不叫糙 就是说呀 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动作呢 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很简单一个动作 其实就是让你 趁着懒腰 趁着腰 吃饭 应该是在我们心情最愉快 最轻松 情绪最好的时候 做的事情 特别是孩子们 哭的时候 闹的时候 是吧 不让他吃东西 我们成人呢 当很忧愁的时候 这个很难过的时候 或者很 情绪很恶 很不好的时候 很生气的时候 也不要吃东西 就吃饭的时候 应该是心情最好的时候 比如说我请你吃饭 大家都马上就笑起来了 都会高兴 是吧 吃饭 大家说是美事嘛 所以吃饭前 我们的心情 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为了保持 我们这好心情呢 吃饭前 我们做这样一个动作 比如我们 我们坐离上午了 请大家一块起来一下 坐离上午了 腰酸背疼的 要吃饭了 让我们的胃肠呢 松快一下 两腿稍微插开 和肩平就可以了 做个简单动作 就把双手啊 抬起来 抬起来的时候呼吸 让我就胸张开 放下来的时候吐气 抬手时候吸气 吸气 吐气 回来 这时候我们胃肠在蠕动 不是这个动作 是帮助我们消化的吗 帮助我们开胃的 让胃啊 胃肠动起来 今天我们做离上午工作了 开胃酒就不喝了 好 那请问问团的几位 到前面来 咱们一块来做一下 这个动作 你能耐心做这么三项 就说明你现在心情很好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请索老师呢 给大家讲了很多 关于吃的一些误区 我们问问团呢 也做了很多提问 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 您都学会了吗 知不知道这些误区 那么再次呢 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谢谢我们问问团 谢谢我们的索老师 谢谢大家 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